3月24日晚8点半 地球一小时活动又来了 2018年是该活动进入中国的第10年 地球一小时活动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在2007年向全球发出的一项倡议 呼吁个人、社区、企业 每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当地晚上8点半 关上不必要的电灯以及耗电产品一小时 从2007年在澳大利亚悉尼首次展开 到全世界各地踊跃参加 地球一小时活动同时也在饱受质疑 世界自然基金会战略组监李林 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全球如果有1亿家庭灌灯一小时 就会减少55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是理论上的节能数值 但实际上据中心网报道 地球一小时活动减少的耗电量微乎其微 活动期间电网总体负荷变化不大 电厂发动机正常运转 电能正常输出 发出的电并没有被节约 据东方金报报道 这种忧虑似乎并不存在 地球一小时所涉及的只是部分居民用电 及部分商业用电 实际这个用电规模的突然变化 在电网承受范围内也是经常出现的 并且电网调度会根据用电复合变化和电场沟通 多开或者少开一个发电机组 那对于地球一小时活动 动询文君觉得呀 它更像是一次唤醒人类环保意识的大型艺术行为 关灯这一动作虽然简单 但当数亿人选择在同一时间做出同一动作 其中产生的情感共鸣和对环保 被地球未来的共同关切 相较于节能的帐似乎更有意义 地球一小时 咦 怎么看呢 今天报道新闻综合整理报道